哈囉,我是Ginnie! 哈囉,Kore! 今天是 美鯊魚製造機 要來教眉毛! 那今天除了示範眉毛的畫法之外呢 還會分享我們自己的愛用品推薦 那這一支影片是非常適合新手收看的 或是呢,你已經會畫眉毛,可是你想畫得更好 更精緻也可以看這一支影片 那因為我本身是有漂眉的 可是Kore他等一下會幫我先蓋掉一些 就是把我的眉毛弄得好像沒有漂眉一樣 先遮瑕、先遮掉這樣 所以還是可以參考的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記得訂閱Ginnie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那開始前呢,我們要先來修眉毛 他不是都喜歡這種安全的刀片嗎? 對,真的是我的,我超喜歡這支 雖說安全,但他其實還是會割傷你 他其實很銳利 我是一個就是從來用這種都覺得很害怕的人 所以我之後都改成這種電動修眉 但其實每次我拿出這電動修眉刀 我一打開,然後大家聽到這個聲音 就覺得很恐怖 都覺得很恐怖 可是呢,因為電動修眉刀它只會收到你有毛的地方 所以你就算再怎麼用皮膚它都不會受傷 我之前有用過耶,我覺得其實電動修眉刀非常安全 對,所以我還是推薦大家新手 新手真的是用這個修眉刀 好,那修眉到底要修哪裡呢? 眉頭啊,跟眉尾,先連成一條線 然後下面全部把它剃掉,剃乾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修什麼角度眉啊 或是這邊要有往上的這種感覺的眉毛的話 你先把這個眉毛先練好 你再慢慢的玩 因為你連這個最基本的眉毛都修不好的話 你根本修不出那些什麼高挑眉啊,歐美眉啊什麼的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看你下面的程度 跟下面這條線平行 就是像這樣子把它修下來 有沒有,平行就好 然後這個尾巴其實每個人都有眉尾 那你只要看在這個範圍裡面的眉尾 有沒有雜亂出來 就這樣稍微修一下就好了 其實兄妹老師四刀就可以結束了 你看喔,比如說我在幫人家修的時候 你看下面,就是先平行的一刀嘛 這樣刮掉 然後這刀出來了 你就知道上面那個要跟下面那個平行了 所以你再一刀 這邊乾淨的 然後這樣尾巴就出來啦 尾巴之後你再修一刀就可以了 不過你看完你還會覺得 蛤,我不懂到底是怎麼一刀一刀 沒關係,你可以先去給專櫃 因為要有實際研 你先實際看 如果他幫你,櫃姐幫你邊修的時候你就邊看 因為我當初也是這樣 我一直在看櫃姐到底怎麼修我的眉毛 因為一開始去他一定會說 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就默默的讓他修完 但後來我都是跟大家說我可不可以看鏡子 我們新手選眉筆的話就可以先選淺色 淺棕色,對嗎? 淺棕色 但如果他沒有染頭髮呢? 沒有染頭髮也是用淺棕色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需要先做一個眉毛的大底 嗯,先做底部的動作 那我眉毛之前呢 眉筆準備好之餘呢 我還會準備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角度刷 小小鬆鬆的暈染刷 螺旋刷 那我一開始會先使用這種比較淺的咖啡色 然後像卡錫色的這種顏色 我會先在眉毛這邊畫兩個等於 就是這樣子沒有錯 不要懷你的眼睛 現在現在長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把這兩條線定出來 左右的定出來之後 我等一下就很清楚 我這條線 從眉頭直接拉到眉尾 小步小步的把它填滿 所以畫兩個等於之後 就開始填滿的意思 對!然後邊填呢 用這種小鬆刷 然後把剛剛你畫上去的顏色 再把它暈染開來 慢慢把中間給推開 推勻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大家拿筆刷的時候 一定要拿尾端一點 因為如果你握得太前面 你就會濕力一點變得很重 對! 你就會很用力 把它原本眉頭的顏色 用這個暈染刷 刷到眉中去了 對! 而不是用眉筆整段先畫完 對!因為這樣的話就不會失手 嗯 然後我們繼續再填補一些 小地方 像這個眉尾啊 還有眉中眉縫的地方 你不用怕現在這個形狀不好看 因為等一下用眉粉再做一次修正 就是顏色不夠的地方繼續下手 顏色就是你暈染不了了 你就再補疾病你的眉筆這樣 對! 然後我建議大家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不用太一定要把眉毛畫到多完整多完美 因為這個眉筆只是讓你一開始先塑一個形 但不要只畫框框 因為只畫框你給它掉妝的話 你就變成眉毛只剩框框而已很好笑 然後我的習慣是 眉筆上完之後一定要全部再覆蓋一次眉粉 這倒了是什麼呢? 就是你上個底妝之後 你會全部再蓋一次蜜粉 眉粉挑選什麼樣的顏色呢? 比較也是這種淺色系的 對!我會用哪一個顏色啊?你喜歡?你通常? 我其實通常三個顏色都會略帶一些 對!這時候呢斜度刷的功效就出來啦 因為我們需要眉尾刷角度 我這個步驟我會習慣從眉尾開始 因為我的形狀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知道我哪裡需要加深 然後眉尾就會開始先加深 整個畫到喔 一樣是很輕柔的 一樣是很輕柔 然後帶到你剛剛眉筆畫過的地方 再來呢 我會混合中間這兩顏色之後呢 從中間開始畫 然後 疊上去 因為你剛剛眉筆都已經畫好形狀 所以你現在很清楚你要畫的位置是哪裡 然後順便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填空你剛剛 眉筆可能沒有這麼紮實畫到的地方 把他填起來 最後最後呢 最後最後呢 我會再換上剛剛那支小鬆刷 然後我會沾取這兩個顏色 但是你也可以就是 你自己考慮你比較喜歡 眉頭重一點就直接用這個顏色 或者是你想要再淺一點就用這個顏色 你就自己去考慮這樣 沾取之後呢 我會在眉頭這裡 盡量讓眉頭暈開 然後讓它鬆鬆的 不要讓眉頭那種死死方方的感覺 鬆刷在眉頭這樣來來回回 讓這裡的方形消失 它變成是一個鬆鬆軟軟的 有點霧霧感的 或是銳利的方形 是很自然的 好像你原本的眉毛 對 然後呢 我個人是很忌諱直接這樣子 接下去到鼻影 嗯 因為這樣子你接下去到鼻影的話 你就很像 泰國人條 哈哈哈哈 就算你現在覺得你顏色好像也差不多 可是你還是一定要用藍眉膏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你等一下的顏色啊 整個融在一起 對 因為如果沒有染眉膏的話 就會是 你的皮膚是咖啡色 可是你的毛去還是黑色 對 很怪 會分離 有些人眉毛很貼著他的皮膚 所以你在用藍眉膏的時候 你很容易把整個眉毛沾得很髒 所以這時候要小心 然後有個小秘訣呢 就是你先拿螺旋梳 把你的眉毛 先這樣把它梳開來 亂亂都沒關係 因為我只是要先讓你的眉毛不要碰著皮膚 對 要先把它梳起來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用藍眉膏 做逆刷的動作 換完之後呢 你不要用這個 藍眉膏去整理 就是把它梳順 因為這樣會變得太多 所以你大概沾完之後 你還是拿螺旋刷去把它梳順這樣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推薦我們自己 喜歡的眉毛的愛用品 首先是眉筆的部分 它是植村秀的武士刀眉筆 大家應該都有聽說過 因為它超火紅 人手一隻啊這個東西 真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這樣子 就是它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它要自己削 這個麻煩之處就是它要這樣 用眉毛刀這樣削 把它削得平平的才是 可以顯現出它有多好用 那我覺得我現在削得不夠好 我都會拿去給貴姐其他幫我削 因為它削得好好喔 而且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不是一開始說 要填那個眉頭到眉尾那個平行線的時候 對 用這個畫超平 超好畫超精準 它可以畫 對它可以畫出很精準 然後眉毛的位置都可以一清二楚 這一支六號色是算淺色 然後我覺得很適合我平常會染的髮色這樣子 我自己推薦的是這一支 Chanel的 對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那個眉筆的軟硬度 我喜歡軟一點點的 比較好畫出來 就是它只要這樣 很顯色就會 很顯色就會有出來了 沒錯 但會比較難控制是沒有錯 所以 我喜歡比較軟的 但如果新手的話 你會建議拿硬的 我建議那一支 再來是眉粉 這個是我超愛用用員用不膩的 是Intergrade 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換了紅色的版本 好可愛喔 很可愛吧 它之前的最基本款我也有 就我超愛用 我覺得它們家的眉粉是很顯色型 但是又不會太誇張 而且它有四色 哈哈哈哈 我之前很久以前我在影片說過 我覺得它的白色真的是無敵沒用 哈哈哈哈 怎麼它都太直接了 不是 我真的覺得這個白色是無敵沒用 我不知道哪來幹什麼 它你不要管白色這個沒用的地方 它就是 我平常最愛刷的就是 中間這兩個混色 我喜歡怎樣用 然後再來 可能Maito都可以用這個顏色 這樣子 那我自己推薦的是這個 看包裝就知道是Cat吧 是Cat的 對 因為為什麼會喜歡它呢 又便宜 PCB值又高 這個顏色呢 比較重 但它比較冷色調 這個比較暖色調 其實只要有懶頭髮的人 我都推薦你這一盤 喔 不管你懶 淺或重 或是怎麼樣 或你有嫖到什麼都推薦你這一盤 好 這盤的話比較屬於男生可以用 比較深 那深色髮的人喔 深色髮的話你也可以用這盤 好 但是深色髮的話你也可以用這盤 就是深色髮 所以都可以其實 其實都可以 Cat的粉質比較濕 就是它比較黏 比較濕 對 你自己感受一下 對它比較黏 它比較濕 再濕一點點 那它比較乾爽 就是說比較輕薄性沒有錯 它濕的這種粉質的話呢 它就會 顏色相對的下手的時候 就比較重 嗯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個就是你下手重一點 也不會太誇張 對 但這個就是你一下手重 就完蛋了 你要控制它 這樣 那新手的話好像是這個會 比較拿捏得了 對啊 欸你那邊都推薦了新手 呀 好用 欸你真的是一個很會推薦的 就是便宜好用 很會推薦的 是不是 染眉膏的話呢 我自己也是Cat的耶 你呢 你的染眉膏好像就不是Cat 哇 好多汁喔 染眉膏不是Cat 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很喜歡Cat沒有錯 但是因為Cat沒有錯到這麼多顏色 因為 我是想要一去 然後就把所有顏色包下來的那種 所以我喜歡這個 Kiss Me的 哇 包色了 畢竟它是彩妝師 肯定是要包色的 我會喜歡Cat這一支 是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非常的準確 就它是正的棕色 它沒有特別的偏牙巴 或是特別的偏紅 沒有 它就在中間 所以它很好用 然後用起來不會讓你的眉毛濁濁的 就即使我今天改變了一個前髮好了 它還是可以 或是我生髮 它還是可以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比較怕你的眉毛染掉之後 妝感很重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 我跟你說它超級便宜 透明的 透明的 這個八幾塊而已 我記得 還是更便宜 那透明的用處是 把你的毛流刷出來 然後 因為它是透明的 你刷的時候你的毛流會合在一起 會有那種毛束感 會很漂亮 就如果你想要做毛束感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做 好 那再來是工具的部分 刷子 因為剛才有說一定要用刷子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 我覺得超好用的刷子 好 這支是不是超棒 其實幫別人也很好用 幫別人也很好用 這支真的太完美 我就是在 隨便一間美材廠買到的這樣 就可以找這種有彎度的 我推的是 如果你想要把眉毛畫得更精緻 你一定要有一支這種刷子 斜角刷 它最好是扁一點 然後它是NARS的 所以你也很好買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眉毛教學啦 以及我們的愛用米推薦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們 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頻道 支持我們繼續拍影片囉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關於裁妝的問題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呢 你可以打開下方資訊欄 找到Corel的IG FB 都可以去煩他 因為他很樂意被煩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過幾天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